今年過年 及擴播02-2362-1968 全新募集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因详阅公开说明书 官渡侨畔 2500平壮阔基地 房价498万起 买17至53平 六级内政温泉庄园 秦璞天阔 2618 2288 秦璞机构议社广告 你好 我是秦璞机构董事长万九阳 满足你成家的梦想 就是秦璞的理想 新的一年 祝大家 虎年吉利 胡气满满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中国大陆今天公布出来 12月的财新制造业PMI 回升到50.9 终于是恢复扩张了 11月是49.9 低于50 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况 就是所谓的衰退的情况 终于是回到50之上 这个代表大陆的经济 从去年底开始慢慢有 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那至于说美国跟欧盟 欧元区也公布出来 去年12月的制造业PMI 那欧元区12月的制造业PMI 是表现继续强劲 但是美国并不是那么好 这个market出来的数字 制造业PMI掉到57.7 这个是创下2020年12月来的低点 虽然说有往下掉 但是57.7还算OK了 至少还算是很高的一个情况 但是有明显的 有比较往下掉的情势 但股市确实持续走高 那此外国际油价 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油是涨1%多 布油也涨1%多 看起来油价 仍然是愈小不易的状况 另外一个愈小不易 就是确诊人数 美国居然单日突破了 100万的确诊人数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恐的数字 不过好在不是什么Delta 都是Omicron的 相对比较轻震的疫情 另外我们再看到日元 今天是大扁 日元已经扁到115.85了 继续持续去年大扁的行情 目前日元扁值的幅度高达0.5% 来到115.84 这个是日元会价5年来的新低 真的是扁了翻掉了 日元去年全年扁了10% 今年在基础上继续走扁 因为美元指数突破96点 再次要去挑战去年11月 当时接近97点的高点 所以美元太强了 所以其他货币对美元都东倒西外一片 台股两天大涨300点 其中涨最凶的就是台积电 带领大盘指数往上升 台积电两天的市值 增加了有一兆台币 大增一兆台币 这个直接台肩市值越过16兆跟17兆的大关 那在昨天市值增加了4148亿 今天市值再增加了6480而已 所以两天市值增加到17.01兆 下个礼拜台肩要举行法说会 那今年存股到底存什么 很多人可能在问这个问题 存这个台肩这样涨的话 存ETF算了 存0050吗 还是存什么 这种台肩占比最高的ETF 我们今天马上来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同时有直播 您上YT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们请到的是金周刊 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 傅旭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傅旭你好 木华兄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大家开年就在问说 那我们今年到底该报什么股票 两天台肌验大涨 这两天木华兄说 你刚才讲说大盘涨了300多点 算大涨 每天都三位数的涨 说实在话 我自己手上的存股 不但不涨还跌 我刚算了 就说这两天如果大盘指数扣掉台肌验的话 是跌41点 是是是 是跌41点 昨天是扣掉台肌验是跌80几点 今天扣掉台肌验只有涨44点 对对对 所以扣掉昨天跟今天指数一算还跌40几点 对所以我觉得 但是说实在的这两天 你说大盘加权指数涨 那我手上的股票 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手上的股票 假如没有台肌验的话 可能也不好收 看大盘涨 这样自己手上不动 甚至还有点跌 心里会不开心 不开心 但是其实我是很淡然处置 该涨都会涨 对我不是 我今天就是来分享说 为什么可以淡然处置 对对 就是说为什么当有时候 常常面对这种存股足 常面对这种情况 就是说大盘涨的时候 你手上的股票不动如山 甚至还跌了 还跌给你看 所以心情就会很误准 那时候你就会产生动摇 可能会想要换股 怀疑人生 开始自我怀疑 怀疑人生 怀疑别人 怀疑政府 我到底是怎么选股的 怎么会那么拉扯 为什么都没有买到台积电 那假如 譬如说你假如 今天转去台积电 搞不好过个一个礼拜之后 他又跌 那变成 两股招臂 抓龟走鳖 你想要这只乌龟 你去追他 但是你本来拥有那只鳖 就跑掉了 存股足残 面对这种状况 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 不安定感 要怎么克服 我觉得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问题 给我们来讲一下 你的淡然的一个 所谓面对股市这样的变化的态度 我觉得一个重点 就是说各位存股足 或者是你有心要成为存股足的人 你在做股票投资 我觉得有一个一点你要把握住 你要先为自己设定一个 你的年度的报酬目标 报酬率目标 年度就是我今年到底要赚多少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我今年要赚 有些人不贪心 比如说我赚5%6%就好了 有些人说稍微积极一点 用工一点 我要赚10%1%2% 有些人说我是高手 我要赚15%6% 有些人说我要跟巴菲特看齐 我要赚20% 我才能够满足 有些短线的人 甚至说我一年要赚30%50% 都可以都没有关系 然后假如今天我们以单纯探讨 存股足的话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我这10年的经验下来 我是觉得存股足最舒服 最舒服的报酬率 年报酬率 是12% 12% 12%其实也不错了 七二法则告诉我们每年12%的话 你这样6年就被翻了 对 等于是说其实我试算过了 你假如说50岁 你好不懂可以存个100万出来做存股的投资 那你50岁做到65岁 大概这100万 你假如股息在投入可以翻到1000多万 就12%这样翻 我讲的12%不是只有一年12% 年年是12% 这其实有一点挑战 像巴菲特的生涯的报酬率 是年报酬率大概是22%上下 这目前是看起来是所有基金经理人 里面最高的 最非常remarkable的一个报酬率 但是我是觉得一般我们平凡人 我是觉得就是定12% 其实12%我真的觉得也不错 每年都是12%真的很不错 一开始会觉得不错 大家想说12%好像也很不错 我假如50岁拿100万出来 我可能65岁 我可能就有1000多万 也不错 但是刚开始这样不错的心态的时候 当你抱着12%的目标进入市场 带着你的100万进入市场 那麻烦事就来了 像去年加权指数 涨23%多将近24% 将近23% 贵马指数涨29% 对对大概贵马指数又涨更多 那你看去年加权指数涨23点多 那你假如真的只有赚到12% 心里面又在动摇了 那这样 输给大盘 对就光输给大盘就让非常的很多人很不爽 就觉得说因为大盘是一个平均值 像最近有个新闻出来说 去年大盘涨23% 台湾股市的总市值增加10兆 10兆的新台币 快11兆 平均每位股民赚90万 这个新闻他大概都有看到 年底这个应景的新闻会出来 就是很出招这样算一下 那假如看到说大盘涨23% 我才赚12% 就会在那边垂心肝 然后人家平均赚95万 结果也没赚到95万 那可能又想说 那我这个不行 我这个投资组合 我必须要做调整放弃 或是把它放弃 我要开始买那种比较标的股票 那又惨了 那你假如有这种想法 那表示说你可能地狱的门 又要慢慢为你打开了 所以富序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第一个设定年度的投资目标很重要 你如果真的设定就是12% 10到12% 其实你就坚定下去 你不要因为大盘怎么样就动摇 其实以我的经验 我正式做存股投资 这9年来 像我去年 虽然我是为自己设定15% 12%等于我会解释说 一般人为什么只要设12% 但是你假如是比较pro级的 比较专业级的 比较多时间研究产业 个股 你可以设定15% 但大部分人没有那个时间 没有那个精力 也可能没那个兴趣 那你就设12%刚刚好 那我这9年下来 像我去年 我是49%的报酬率 对 将近5成 对 那前年 2020年我是0.8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因为2020年是那个疫情的关系 然后全球股市一阵暴跌 我的习惯 道琼从高点跌15%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部位 至少砍三层 解码三层 所以那我记得 我去年大概5月还是4月 我有做很多的停损动作 所以那波停损 但现在看起来 不该停损 只要继续报 又上去了 报酬率 但是不管 因为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我的原则 不管了 就是说 这9年下来 我的年轻的报酬率是 因为我年底刚算过 是17.6% 9年平均年化报酬率 年化报酬率 15.7% 17.6% 17.6% 那也很好 那你也基进巴菲特的年化报酬率 将近两成的这种 还好 因为算是pro级 但是也不算很厉害 那这里面有个选举 不许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投资基金选配席 还是成长 地狱门打开 有人说 哈哈 有啊 重月我有啊 重月今天大涨 可是我今天 志伟 我今天把 我今天把重月给卖了 因为我觉得 重月这种大牛股 突然拉高 就是要出了 我今天重月卖到剩一张 而且 而且听说重月的郭老板 下个礼拜要去东森的理财达人秀 基本上让我就觉得老板要上电视呢 到底是没在冲想 哈哈哈哈 这个information提供你参考 附居大跟你的12%是指不只一年 就是说从之前存下来 还有 就是也许是前年 或是去年存的 12%是指一年 一年的报酬率 对对对 可是怎么可能 不是有的公司的值率最高就是 七八八八九八吗 等一下我会说明为什么是可能 这个 那个我觉得赚到一支涨停满不能不能 slut 但是你要所有資金凹在一檔股票 賺到一支漲停板非常難 我不曉得大家同不同意我的意思 其實你買到漲停板股票真的不難 但是你要說我百分之百的資金放在一檔股票上 而這檔股票上漲停板 這個真的很難 一般我們來講 這種很冒險 而且也不鼓勵這麼做 因為這個太集中 它沒有分散風險的概念 沒有啦我從越我少少買一點 絕對沒有你買的多 只是我覺得從越真的是一檔不錯的股票 它下來應該還是可以買 只是我覺得它短線真的漲太多了 因為它過去都沒有那麼彪悍嘛 上銀我這兩天也在調了啊 我之前講上銀 280上來的現在已經到310左右了 我也在調一點了 我覺得其實今年應該就是來回做 好我們先好 每分每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news98 98 98新闻台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今天我們節目現場請到的是 金周刊存股助理電子報的總編輯 謝富旭在我們節目現場 今年開年的這個第二個交易日 我們就請到富旭來跟我們談一下這個存股 當然很多人會質疑說了在18000點這麼高水位 現在已經接近到快19000點還談存股嗎 事實上其實如果各位仔細思考這些投資策略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有在在在如果我們用這個投資思維來思考的話 其實真正決定你投資報酬率的的這個關鍵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你持有期間多長 而非是什麼時候進場 這個我看過這樣的一個統計數據 當然你會說統計數據不不不準了 這個都是這個片段的說法 Anyway我們今天現場就一個活生生的實力 這個富旭他過去九年平均每一年的年化報酬率將近18% 這個其實真的蠻難做到的到底富旭怎麼做到 年化報酬率九年來每一年都有18% 這個繼續來請教富旭你的心法是什麼 其實我先講說這個12%大家一聽到說好像蠻困難的 因為很多專業的投資公司可能都不能無法做到這樣的目標 但是其實大家是仔細來拆解來拆解 我大概是怎樣的策略因為你策略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這12%裡面我們是存股主 有5%是股利 有5%是股利 殖利率就是靠股息的 那股息是不是相對於股價 它更容易預測 它的確定性更高 比如說中信金可能今年配個1.2或1.3 大家可能在猜 可能有可能有1.4 但是不管怎麼猜那個差距不會太大 但是中信金今年股價到底會跌到哪裡或漲到哪裡就 不好猜你知道嗎 高低點很難掌握了 但是它的股息啊 很多公司的股息倒是很好猜 你猜其實也不會太糟糕了 不會差太大這是第一點 就是你這12%當中有5%是股利收入 其中2%是所謂的2次的2次的股利收入 第二次除息 因為我的配置裡面常常有很多4月份 4月份就在就在除息的公司 對像1月中美金就要除息 中美金我是沒買的 像4月我喜歡買那種一部分是買在那種456 456算是我們台灣 就是6月底之前除息的公司 除息算淡季 算淡季 對很早除息 因為真正除息旺季是7 8才是大旺季 9 8 9月才是旺季 沒錯 然後一直到11月的時候 又有高股息的ETF在除息 又是一個ETF除息的大旺季 那這樣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大概會有一部分 是放在6月底之前除息的 4月5月 叫做除息著鳥股 那這種除息著鳥股 它假如有填息的話 我就可以在除息旺季 或是11月的時候 再除一次 那這樣設定大概是2%的報酬率 所以也就是說你這些早鳥除息股 除完息之後 你就會把股票賣掉 然後去買那些後面 不會馬上賣掉 是要看說 第一個你會除息 譬如說它4月除息 像群光去年是4月9號除息 就慢慢來等等 然後等到說 譬如說等到11月 0056除息 那可以把它移過去 類似這樣 二次除息的公司 這是2% 所以5加2就7月 那另外5%怎麼來 另外5%是透過所謂的價差 因為股票的報酬有價差跟股利 5%的價差 那5%價差想說 這個價差是高度不確定性 但是當你對於價差的要求 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就可以相對確定很多 了解這個哲學 一年只有5%的價差其實還蠻保守的 因為一天的漲停板是10% 那你存股足你不要貪心 我一年只要價差5%就好了 你知道嗎 我想這應該是不會太困難 這個應該是等一下 我說12%的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的人 其實也不用什麼絕頂的聰明才智 他就類似譬如說一般有30個學生 你只要成績排名第25名以上的 大概就可以做得到 你只要稍微有所謂的一個策略感 你的目標比較清楚一點 當你有目標清楚的時候 你的策略就會慢慢出來 最怕的就是說 你的目標是怎麼剩 越高越好 那種人最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目標越好 表示你沒有策略 所以你看哪裡強 你就哪裡做 那常怎樣 就是抓股招臂 追高殺低 就是這樣 因為你一年初 你就沒有幫你設立一個 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 沒有目標你就沒有策略 沒有策略就沒有方法 所以這個字 其實這種存股其實講透的 它其實是一種 跟你的人生哲學也有關係 那傅修我請教你 因為存股 你剛講到說 7%是靠這個股息持率 對對對 那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他要填息 是 因為如果你沒有填息的話 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持率是賺不到的 對對對 那我們怎麼去找到 會填息的股票呢 而且是至少在一定的時間內填 有些股票他拖很久 他不是不會填 他可能拖半年甚至更長時間才 對 那這種就很磨人的對不對 而且資金的再利用效率就不好 是 那我們怎麼去找到那個很快速 至少我覺得在一個月或兩個月 能填息的股票 一個月或兩個月是沒什麼把握 但是通常我會注意這種 能夠填息機會高的股票 通常是這麼挑的 所以你挑他的他的以前的配息紀錄穩定 然後你大概你對這家公司 你研究一下了解一下 今年的狀況 就是今年的狀況不會太差 或是未來一年的狀況 是穩定的 所以通常那種 他的產品或服務是比較高剛性需求的 市場成熟市場的 然後股價又不會 然後在除息前 股價沒有突然大漲的 這種股票 通常他的填息機會 而且我們的填息紀錄 可以在網站上的資料都找得到 比如說這家公司他過去十年 過去十年到底是有六年填息還是七年填息 這都找得到的資料 這都公開資訊 你可以找 你可以找那種高填息勝算的股票 加上我剛剛講的 你做一下這家個股的分析 當然不能百分之百 但是你挑的可能就會相對填息的勝算 就會相對高很多 那那個 你剛剛講到說這個填息 如果說他可以比較快速填息 如果說在除息前股價有大幅拉高的話 對那就不要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在拉高的時候把這個股票賣掉 會 而不去參加除息 對有可能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把它當成 比如說那個價差 價差5% 你就把它當成你的股力 OK 等於說你先賺股力了 對 所以像今年我就在注意 比如說群光群電 因為他們去年的走勢就是這樣 我稱為除息招鳥股 比如說他們去年就是在 他們都比 他們4月就除息了 2021年他們走勢是這樣 像群光是從大概80幾塊 年1月的時候 然後一直漲到106塊 在除息前拉到最高 然後除完息之後股價就一直一直跌 一直跌 但是跌到現在 跌到現在都還在相對低點 像這樣的股票 他今年就有可能 有重演他去年的走勢 有可能 那假如你又遇到這樣 今年又重演去年的走勢 譬如說你現在在群光80幾塊買 他又漲到90100 那你未必要參加他的除息 你又把它賣掉當成股息 你價差都已經有20塊了 對 就不見得一定要參加除息 對 而且他除息如果很久才填 對 所以這個要靈活調整 那這樣你假如說 挑那種除息淡季做的話 通常這種 那個除息淡季要除息的股票 反而股價比較容易有表現的機會 因為市場比較會關注到 好 那除息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税的問題 是 所以說這些呢 可能我們以後再請傅旭來關 因為我們也有聽到朋友問到税的問題 是 下次我們再來請傅旭來談 非常謝謝傅旭